尊敬的王一輝會長 近空長老 徐曉輝副局長 劉漢奇副部長 尊敬的各位主理嘉賓 各位來賓 女士們 先生們 早上好 我非常榮幸 能夠應邀參加這一次 香港尋殊制藥的論壇 一直以來 香港讓人們認為是 一部分人認為是文化的沙漠 早年我曾經提出 將香港能夠鑑切成為 可以北美紐約的 在東方的大都會 到今天我感覺到 有必要再進一步開脫 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廣的文化遺產 利用我們香港 五方會睡的自由環境 大力發展我們民族文化 讓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以各種各樣的不同的方式來演繹出來 令香港可以成為動感之都的同時 更成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化之都 面對博大今生的中華文化遺產 我們到底是應該從哪裡著手 這個問題不僅是困擾著我自己 相信也困擾著我們很多人 直到今天 我想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有了曙光 這個曙光就是從學習《群書之藥》開始 《群書之藥》是唐太宗下令編戰的一部 匯集古代文明精華的一本著作 翻開中國的歷史 我們看到徐朝的末年天下大亂 唐太宗能夠信書的平定內亂 讓天下從貴治理 他所依靠的就是這一部重要的著作 這讓我們聯想到目前香港以及國際社會 面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不斷的紛爭 我們最近的幾天看到香港的碼頭工人罷工 前些天我們看到一年幾起的 孩子殺害父母的一個輪廠慘劇 這些年困擾香港教育界的青少年的虛毒的問題 這些都是社會存在的一些危機和隱患 我們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讓社會各方都能夠彼此協作 互相感恩 互相支持 讓家庭能夠重歸紛暖 父母能夠理性的無私的去愛護子女 而子女又能夠孝信自己的父母 敬愛自己的父母呢 古語有恒 家和萬事心 我們有了彼此的關愛 彼此協作的文化 就能夠讓這些社會問題得到很好的化解 如何能夠讓大家從彼此爭鬥 然後轉回彼此愛護 群書制要給我們提出的一些答案 就是教民親愛 莫善於孝 唐朝時間將民間流行的寒時節變成清明節 自主上分 這就是唐朝創立的一些傳統 現在依然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一些傳統 思想一下 久遠的祖宗我們都要善待 面對眼前的父母 我們能不好好的愛護嗎 能夠愛盡自己的父母 他又怎麼會去做一些違背父母意願的事情 怎麼會去吸毒呢 怎麼會去殺害自己的父母呢 唐太宗把群術制要的教導 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社會能夠從混亂到治理 不過幾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想在今天 學習這本古書 讓它發揮作用 也要從生活之中開始 今年以來香港的普選問題 一直困擾著我們整個社會 我個人一直認為 通過競選來產生的政府 不管選舉是直接或者是間接的選出 都會加強了它的問責的文化 需要更面向選民更面向社會 這個是一個必然的關係 我曾經指出 民主的步伐需要穩定一點 要求一步到位 現實上不是那麼的容易 但是如何才能夠讓民主的步伐走得很穩健 我通過閱讀學習 群術制要 感到這本書對於民生社會而言 可以說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教科書 因為這部書向我們展示 什麼樣是才能稱得上是好的領導 什麼樣才是一個好的政府 如果我們的領導人能夠學習這本書 他將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 能夠為大眾帶來福利的一個好領導 如果選民能夠學習這本書 他將會有能力去辨別 哪一些候選人將會是好的領導 哪一些候選人將會給社會帶來一些動亂和麻煩 這樣的公民教育才是真正為自己負責 為大眾負責的教育 這樣教育出來的下一代 才會給香港帶來美好的明天 最後我想強調 雖然群書制藥 是一部能夠給社會帶來持久的安定和平的寶典 但是如何能夠讓這本寶典 在我們這一代發光發熱 還要看我們是否能夠學好它 將它很好地演繹出來 讓普羅大眾都能夠接受 從而為己千家萬戶 要做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需要文化界 影視媒體界 好好的配合 我也希望將來能夠有一個 像電視頻道 將群書制藥 化成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戲劇 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很好地演繹出來之後 我們將會收益不淺 在這裡呢 錦足我們大會 完美成功 謝謝大家 感謝馬先生的支持